觸及基本动作 觸及可分为强迫觸及牺牲觸及偷袭觸及三种 强迫觸及是为强迫取分好坏球都要觸及 牺牲觸及目的是要送跑壘员进壘好球才觸及 坏球可以选择不觸及制造一个坏球的记录 使教练可以进行其他战术的选择 偷袭觸及是急球员自己想要上壘 踩出其不意的触及希望能够形成内野安打 触及的准备动作跟打击动作相同 投手球投出后 右手移至球棒的中间处 转身将球棒移至身体前方 并放在好球带的上方 利用膝盖的高低来调整触及球的高低位置 偷袭触及的出手要越晚越好 使对方不容易扫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